丰田的Carola在过去半世纪以来 可说是人们对省油、保值、品质稳定的汽车代名词 车系的高人气现原厂推出衍生的车款Carola Cross 日前宣布于美国正式上市 这款车有前轮驱动和全时四轮驱动两种模式 采用TNGA平台开发 2.0升排气量Dynamic Force引擎可输出169匹马力 在美国贩售的Carola Cross 产品定位介于CHR和RAID 4之间 和配备分级L、LE和XLE三款 关键设计特征包括黑色的水箱罩 LED头灯 加上车尾的整合式的流液与灯组 赋予这款SUV出色的个性 轮圈尺寸有17寸和18寸两种 车内Carola Cross拥有SUV的宽敞空间 并提供电动天窗提升明亮度与通风 此外还有双边独立空调系统 后座椅配备一组出风口 座椅的材质为Softex 驾驶座为10项电动调整 也有加热和腰部支撑功能 在置物空间部分 该车后座有64分离的设计 顶级XLE有中央扶手、背架 尾箱的车门内建电动辅助与高度调整 Carola Cross内建7寸多媒体显示萤幕 买家也可升级到8寸的触控版本 全车可与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相容 在LE和XLE版本上有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 还有提供后座的USB插孔 全车有多达9个JBL扬声器 也能和Amazon的Alexa相连 车系锁定的对象为入门车的摆家 年纪比较轻 所以原厂提供众多选配的套件 比如车顶和车尾行李箱架 可以放置滑雪、冲浪板 也能挂脚踏车等户外修行工具 车内地毯可以换为全天候耐洗耐脏的材质 动力系统Carola Cross采用2.0升排气量引擎 搭配一套Directship CVT变速箱 169匹马力克满足大部分的行车需求 底盘采用全新的后扭力感与独立悬吊结构 搭配前轮或四轮驱动 创造绝佳的行驶性能 该车拖曳载重为1500磅 可提供额外的便利性 搭载于Carola Cross身上的是 丰田智慧型Dynamic Torque Control System 必要时能将最多50%的动力转到后轮 优化燃油经济性 前轮驱动的油耗数据为 每加轮32英里 即使是较重的全时四轮驱动版 也有每加轮30英里的表现 在LE和XLE身上 丰田备有盲点侦测 后方交通警示 XLE还加入了停车幅度 自动刹车的功能 全车系共配备9个气囊 保障全部成员的安全 原厂目前还没有公开售价 一般预估在24000到30000美元之间